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古印度 就是印度文明 我发现挺有意思的在哪里呢 就是有的时候 国内的小伙伴对印度这个国家 还是不是特别的一个了解 而且有的时候还存在一些偏见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古代印度 就我所了解的 这个印度到底是不是 长乱还有他们的人怎么不注意卫生 有的时候我发现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在一些短视频里头 怎么描写这个印度特别埋的 那个火车上面有多少个人 就这些特别容易长粉 就是看到别的国家特别的不好发展的 特别的缓慢 那就会有一些人特别的去观看浏览 我以前我跟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沟通过 就是他也是一个大卫了 我跟他沟通了一下 据他说 他说他在印度不拍视频吗 他说我在印度拍视频 如果我拍那些特别干净的好的地方 没有人看 就得拍那些特别埋的的地方 就是特别误会不堪的地方 那么相应来讲 会有很多的人特别愿意去观看 包括他还去拍了一家公共厕所 里头没有手指 这个也有很多的人 特别感兴趣 就感觉特别神奇 那说到公共厕所没有手指 我想跟大家说 印度它是怎么如厕的呢 它是采取用水来清洗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水 才是能够洁净人身体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传统其实从古印度开始就已经有了 叫以水为净 那么今天还有人说说这个印度就是有这个种性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种性到底是什么 和我对这个种性的一点浅显的理解 这个种性在印度主要分为四大种性 那第一个叫啥呢 叫婆罗门 婆罗门是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祭祀的那个介绍 它其实这个种性是按照职业来划分的 比如说有婆罗门对吧 管祭祀的 还有叫什么呢 撒地利 撒地利一把就是贵族啊 还有武士啊 是这个 就是这个职业的 还有一个叫那个废舌 就是农民 农民伯伯叫废舌 那么第四这个种性呢 就叫做守陀罗 他这个主要是给谁的呢 是给达赛人的 这个达赛人呢 他是属于这个四种种性里头的 其实是最不好的 可以这么说 达赛人不允许参加当时的宗教的祭祀 而且啊 他还会在社会的权力当中 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 那么这个就是印度的四大种性 那么这四大种性之外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贱民 大家想一想 这个贱民是不是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成为 那确实是 那么这个贱民相对来讲 就比较苦了 就是在目前为止啊 这个印度的人口当中 还有四分之三的人 受这个种性的影响 大家可以想 这个是一个古老文明 就是这个文化的发展 它其实是对后代也是有影响的 包括中国也是 中国为什么不存在这种种性啊 或者是存在这些 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吧 还是帝制 就是帝国 很好 就是很好的统一在一起 就是受这个帝国统治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吧 相对来讲 没有什么宗教 因为宗教来讲吧 主要是崇尚一个神啊 对一个神进行崇拜 那么他就不会崇拜皇帝 那么在中国来讲 他没有这个宗教的一个文化 所以说呢 他只能去服从皇帝的一个统治 就拿皇帝可能当神了 你说拿他当神吧 他也不一定 反正这个 就是中国吧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他才能够有这么长时间的 这一种帝制吧 那你像比如说啊 印度啊 希腊啊 罗马 就他们老是分崩离席的 就是好几年 坏几年 老是打仗 老是就是这个帝国的崩塌 想建立一个帝国很难 就是那种成王制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不同吧 那么咱们话说回来啊 接着说这个印度 印度这个最低 就是最低档的 就叫做贱民 这为什么 这个贱民从事什么职业呢 这些贱民呢 主要从事这个序幕 也就是土崽 还有这个鱼府 还有就是妓女 就是等等这些 相对来讲 跟杀生有关系的活 为什么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 印度人 崽鱼的时候 是把那个鱼 把鱼刮掉了 往那个刀上撞 那意思是这个鱼 撞到这个刀上 它这个被我切割的 而不是说我拿刀去剁它 这个可能是一种 心理安慰的观点啊 但其实你从历史上来讲啊 在印度人的就是眼中 他们那个受宗教的影响 印度教啊 还有他的文化的相关的影响 这种杀生类的工作 是一种不洁净的 它是跟这个有血气的相关的一个工作 它是不洁净的 这个不会有说是贵族啊 会有就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去从事 所以说这是贱民从事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在他们的眼中 这种杀生是不好的 但是你说他们还得吃肉 他也不是不吃的 那么这个活给谁呢 给贱民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 你像那个抖音的播主他会把 印度鲨鱼的视频给你拍下来 你觉得特别新奇 这个鱼为什么往那个刀上撞啊 而不是它进行涂炸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认为 这个是不符合他们的宗教的礼仪的 或者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所以说他们采取这种撞鱼的方式 把鱼进行切割 那么这个就是印度的一个历史了 那么我再跟大家聊聊这个玄奘法师吧 这个玄奘 他是在公元629年到公元645年 他访问了一个印度 他当时访问的印度 他看到了什么呢 就是在印度这个大街小巷 在大街上比较长 他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而且这个当时的 就比如说城里的贱民 他不可以生活在城里头 就说比如说你要我生活在市中心 那是不可以的 贱民是不允许生活在市中心的 而且贱民走路 必须靠这个道的左边进行走路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贱民其实还是挺难的是吧 他不允许说在这个城市里头 好的地方活动 那么这些贱民在哪里活动呢 这些贱民呢 他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地方 给他们自己画了一个地方 他给出了这个城 在那里活动 在这个贱民的屋水里头有什么呢 他是这个贱民的房屋 也建筑的特别有意思 他们呢是用石灰 还有这个泥浆 他把这个房子涂完了之后啊 往里头掺这个牛粪 他说这个牛粪呢能起到消毒的作用 这个我不是学生物的 我不太了解 他这个牛粪怎么起到消毒的作用 那么有了解的伙伴可以就是跟我交流一下 告诉我一下 那么之后呢 他们就还会在这个房屋里头撒上一些花瓣 这个就是他们的好的房屋 就是这些贱民所居住的 他们也会扎一圈这个泥墙啊什么的 就是也会扎一些这个围党 所以这就是贱民了 再有一个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印度的这个饮食吧 印度这个饮食也挺有意思的 印度人其实不是不爱干净 他们特别爱干净 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啊 这个印度人干净到什么程度 这可能打破一些人对印度人的一个观点啊 印度人特别爱干净体现在哪里呢 饭前变后必须洗手 这有点像咱们今天所提倡的是吧 他们这个饭前的变后必须洗手 而且这个饭前洗过手之后啊 他们会用这个木头或者是石器盛饭 这个石器就是石碗的或者是木碗 而且这个木碗和石碗呢都是一次性的 就是我吃过这个饭之后 这个木碗和石碗就销毁了 并且印度人从来不给别人夹菜 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 因为什么夹菜就有唾液啊 你看咱们中国那个火锅啊 各印度估计就够呛呛 一些一般人去那个筷子都放里头 那肯定是不行的 我是古印度啊 现在我不了解啊 因为现在的印度可能它会有一些变化 我不太了解有没有啊 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一个 我了解的古印度的事情 那么这个他们都是分餐而食的 绝对不允许说给别人夹这个夹菜的 再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印度啊 他们不吃盛饭 大家想一下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从来不吃隔夜餐 那么对身体健康也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习惯 大家可以看到 印度人还是很很这个干净的吧 再有啊 当时因为有了金属器皿 比如说铁啊 铜啊这些器皿 那这些器皿呢 在吃完饭之后 我这个印度人必须给它洗干净 它给擦亮 所以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饮食方面的 还是特别的就是特别注意的 并且啊在他们比如说 呃就是如撤也好啊 就是上完撤水之后 他们会用水给身体进行清洗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特别干净 大家现在看到日本也会有这种特别智能的一个马桶吧 对吧 它也是用水进行清洗的 那这个可以看到当时的印度人还是挺喜欢干净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所了解的相关的一些印度的知识 就是古代印度的知识 这个也可以看到是这个玄奘法师在当时发现的一些 他所了解的当时的古代的一个印度 还有当时印度人嘛 古印度人他们吃什么肉呢 他们主要吃鱼肉啊 还有领养肉这些不带毛的 那么带毛的比如说像牛啊 像这些带毛的动物的肉 像驴肉啊 他都不吃 这个不知道是源于什么 这可能会 可能跟他们的一个信仰有关系 或者是跟他们当时的一个风俗有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当时印度人吃的这些肉类 再有一个印度啊 在当时他没有蒸锅 他不善于蒸 但是他有那个煎锅和炒锅 这个确实当时是有的 所以他们吃饭呢 主要是以煎炒为主 那么没有蒸食这种 比如说你蒸点包子 饺子什么的 他没有蒸的 再一个印度人特别喜欢用手抓饭 就是用这个手 他们呢 就是没有这个汤匙啊 筷子这些都没有 他们每一顿饭呢 就是把这个饭做好了 把里头所有的香料一混合 抓吧抓吧 哎 这就吃了 那么看今天的印度啊 他也是愿意用手去抓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习惯呢 就是从他这个古印度一直传下来的 可能到今天呢 他也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变化吧 这个就是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都有一种他们的文明 那么我觉得这种抓饭 可能你现在你看我这个 用惯了筷子的人 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应啊 一抓油股的 我特别受不了这种油腻腻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我就是抓那种带油的东西 我就特别的难受 所以说我就愿意用那个筷子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我们家里吃饭吧 都是用那种钢筷子 因为钢筷子不容易那个发霉 而且便于清洗和消毒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值得推广一下 希望大家吧 就是用筷子尽量用这种钢的 特别好 还有这个汤腾什么都用钢的 就避免用那种木制的 我对木制来讲我比较反感 因为你像古印度人 他都不用木头的 对吧 木头的就是一次性的 对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今天关于印度的 古印度的一些了解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呢 继续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转型以来的第一期节目吧 就是跟大家聊聊历史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